浅说佛经治病的方法 作者,福安古观音格 佛经都可以治病,不管是治疗身体病,还是心灵的病 但治病的方式和风格又不大一样 这次先讲佛经对治疗身体病的问题 治病的经,有药师经,地藏经,金刚经,弥陀经,法华经 那么它们都有什么不同呢? 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破相,第二是立相 破相的经,最有名的就是金刚经 金刚经能破除一切香,扫一切法 比如生病,很多人一听到自己得了癌症,糖尿病 医生说活不过今年,他的精神一下子就垮掉了 这些人病死的不多,吓死的,吓得过度治疗而死的,是比较多的 你要破除这个香,很不容易 因为凡夫有四项,我人重生受者相 大家都喜欢长寿,这就是植住寿者相 所以害怕死亡,怕死的人,往往死得更快 许多人一得病,不怕死,死就死了,到极乐去,大不了下辈子换个身体再来 他不怕,他就活住好好的 人有我相识,就特别植住身体 越植住健康的人,往往身体越不好 这个是很奇怪的现象 你看有的人,这个补那个补,或者去做各种养生 不管西医中医,你太植住了,你身体都不健康 植住这个臭皮囊,干什么呢? 倒不如放下了,随缘的,饥了择食,困来择眠,这样子倒比较健康 金刚经就破除这个方向的植住 比如癌症,也是一种像 不知道自己得癌症前,其实也是好好的 以前的人不叫癌症,现在一点疑难病都叫癌症,等于给人判死刑 这就是被癌症的香所迷惑 第二部经,就是道德经,和金刚经治病方法也是有些类似 金刚经是破除相,生病是一个香,癌症也是一种香 各种奇怪的名字都是一种香,很多人被香给吓死了 因为他怕死,为什么怕死了?因为贪生 他把生和死,健康和疾病,好和坏,给对立起来 甚至把人和我,人和天地之间,给对立起来 那道德经则可以破除这个二元对立 人的痛苦就是二元对立太多了 不是好就是坏的,不是健康就是疾病 他就有所选择 但是道德经说了,万物复因报扬 好中有坏,坏中有好 没有绝对的好坏,你对立心就少了 那病苦也减少了 立相的经,就是药师经,弥陀经,地藏经,法华经,华言经 这些都是立相的,就是偏向于有的 所以东方流离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有地狱,有天堂 有佛,有众生 这都是立相 为什么要立呢?也是破的一种方式 凡夫的心量很小,世界也很小,就相信六根能感觉到的 眼睛看的,看不到的就不相信 这就是凡夫的局限 所以佛经要立,立一个更加宽广的世界 极乐世界也好,滑藏世界也好,净流离世界也好 就告诉我们,生命中不仅有这个污浊的色身 还有更加美妙的净土存在 这个净土就是破除我们对这个污浊色身的支柱 那你就解脱了 有个人因为堕胎缘故 检查子宫有好几个黑点 要过三个月去开刀 这期间,他每天都念弥陀经 一天念二三十遍 什么事都不做 就躲在房间里对住窗户念 念了两个月后 他再去检查 子宫里正常了 这期间他也有个反应 就是看窗户外面的山 好像西方三圣 但过了半年末有念了 就看不出是西方三圣了 这说明了 念经在改变我们的世界观 尤其是转化身心 你身心转化了 病苦就消除了 是通过力的方式来达到 很多人一心求往生 往往念佛念 住病就念好了 这就是立一个美好的像 来转化你的身心 来治病的目的 药师经也是如此 药师佛的愿力 就是让人身如流离内外明彻 让药师欺佛的光芒来转化身心 为什么能转化呢 因为色身本来是妄想 但又是最坚固的妄想 你要破除这个妄想 可以用盾的方法 就是金刚经破相的方法 如果用剑的方法 就是找到门 然后一步步的转化 剑的方法 就是药师欺佛的启示 药师欺佛 它代表了人体的七种能量壁垒 你要一个个去突破它 凡夫的心是刚强的 所以它色身也是僵硬的 不够柔软 药师欺佛 就是转化色身 便污着味清净 这在药师法门详细讲到 虽然方法讲起来很简单 但它是个改造生命大工程 你要改变生命业力 不是改变色身就好了 而是彻底的改变你的宇宙 天人合一 你就是整个宇宙 宇宙就是整个你 所以说是个大工程 http冒号 斜杠斜杠blog.cna.com.cn 斜杠S斜杠blog 下滑线74C343100102W671.html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下滑线 冷静 致散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词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通知 杂阳 明镜与点栏目 斜杀 镜与点栏目 反正 感谢观看